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 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思敏 两岸大事国际震惊 军事脉动 深入剖析打开视野 节目开始欢迎嘉宾参与讨论 首先欢迎清华大学荣誉 讲座教授张延廷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王上志上志哥 观众大家好 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靖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来带大家关心的是 共军现在透过海上跟陆上 准备明显来强化对美国和台湾的一个施压吗 我们来看到的是我方的国安局最新的报告指出 共军积极的运筹三海的联动 包括了在台海跟东海跟南海上面 都来做军事斗争的一个准备 对台湾方面去年多次的实施了联合的战备警循 包括了实施联合战备警循今年的部分 朝向周期化的战训威慈 来做发展扩增对台威胁 在应对外军的方面 我们也来看到共军的数次危险 接近航金大陆周边的这一些外军的舰机 也凸显了共军现在对于区域安全 都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好 首先我们先来问张靖老师如何看 台海的情势您认为真的会跟着东海跟南海 来一起联动吗 如何解读 我必须要跟各位报告 我必须很残酷地指出 这是国家安全局搞了一次大乌龙 他当初到立法院要做这个报告的时候 这个一出来我就跟他认识的学弟讲 说你们怎么害死你们局长 我说这个三海联动这个词 十二零一七年二月份 在大陆上这个有一个期刊 学术期刊叫做国家安全 由当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严学东教授写的提出来 这个三海联动这个名词 三海联动这个名词 由于这个国家安全这个期刊是中国大陆国安部 他所出资的一个就是一个这个学术刊物 所以他就有他代表性 所以你要抄也要找对地方来抄 这个三海联动当初严学东是讲说 这个美国组织了相关的盟友去围堵大陆 原来用的是三T战略 哪三T呢就是台湾 TRADE跟Tibet 西藏商贸跟台湾三个点来压迫 然后用这个三T联动 他说但是未来呢 他可以预见会变成三海联动 就是所谓东海台海跟南海 这三海的联动 所以我是觉得 尤其是这个这个名词 其实也用了好一段时间 2018年的时候 这个蔡英文总统去苏澳那边 到海上阅兵的时候 当时的媒体报道还特别讲 美国运用三海联动的方式 这个围堵压迫 结果今天一反过来 怎么在国安局的口中 变成说是这个 中国大陆提出这个 我查遍了中国大陆 相关的旗杆跟资料 就只有这个严学通 当年在2017年2月 提出来那个讲法 之后没有任何官方单位 讲出来这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冒出来 所以我觉得 今天要写分报告 这个就是 当然你为了给这个 就是立法院 去了解当前形势 写这种图文并茂 我们称之为战斗文艺 你也必须要小心一点 不要说是弄得搞不清楚 这个最原始 这个名词从哪儿来都搞错了 好 针对近期台海情势 我们来持续做观察 产业建设的部分 是不是有不同的意见 而且比较趋向乐观吗 来关注到的是 AI的晶片大厂 回答执行长这位黄仁勋 他说 预计美中的关系 不智慧恶化到 玉石俱焚的末日情境 好 他说 现在尽管地缘政治的局势 日益的紧张 但是回答仍然将继续 和台积电密切合作 他也补充说 虽然有一些不公平 有一些公平管理上面的问题 需要解决 但是末日情况 他认为不太可能会发生 先来提到台积电 他在美日得作了 这个区域分散风险 NVIDIA有可能未来 走向一样的方式吗 上志哥怎么看 我想其实NVIDIA 回答跟整个台积电的定位 不太一样 因为毕竟回答 现在我们这样讲 他现在是AI 跟全世界资本的领军者 现在主要是 回答的部分的 他所有合作的伙伴 他的全世界的股票 美国的股票 日本的股票 台湾的股票 全日系相关 都是大涨的 他这个领军者所看到的 大概唯一的 他的障碍就是中美关系 尤其美国政府 对回答的某些前置 但我们最近在这一年看起来 感觉起来 对于回答的前置的部分 也没有像先前 包括从川普时代以来 这么多了 所以台积电不一样 台积电作为他的代工厂商 台积电就在台湾 所面对的问题 像刚刚讲的 美日德的部分的 三方的部分输出 包括最近现在 二奈米也在日本 第三场要做了 包括COVAS 最核心的封测技术 也要转移到日本了 所以台湾的部分风险 台积电在地缘政治的 这个处理上 也有他自己决策 跟处理的部分的方向 而这个方向是 就台积电而言 但是回答却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回答现在 他最先进的AI晶片 有绝大多数的产能 都是交给台积电来做 那么三星 包括Intel其他的部分 目前看起来 两绿各方面做了 没有办法台积电这么好 但是未来都知道 这个部分的技术 还会持续地往前 回答所面临的 地缘政治方向 可能他还是分散到 像三星 Intel几个 后来未来在美国跟日本 乃至韩国自己本身的生产 如果可以赶上的话 回答面对的问题 最大其实只是 中国市场 这个获利处理的问题 作为它的经营结构关键 所以跟我们所思考的 地缘政治台积电 面临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无论如何 现在看起来 确实是 包括台积电自己本身 回答也是信心满满 所以所谓的这种 企业的这个Doomsday 可不是外星人或核战这种Doomsday 对他们来说 这个部分 终究政治的这种摩拳擦掌 或互相的挤压 对于企业来到 这个致命致死的关卡 我认为现在真的很困难 因为真的AI这件事情 目前的影响性 全球的十大资产 扣除掉黄金 白银 扣除掉比特币 所有的资 最大的苹果 排击电 所有这些公司 都在把我回答 都在为AI服务 而AI现在作为人类文明的 再进化这件事情 我认为它的影响力 有一点点盖过地缘证据 目前这样子的影响性 我的意思是 一个正面的拉力 正在有一点点 跟前两年相比 正在覆盖掉地缘政治当中 影响的绝对性 回答就地缘政治来讲 它现在不管是生产方的部分 还有其他国家的选择 它要面对的比较是在 中国大陆的销售市场的部分 不过我们从企业的布局 也可以看到一些预知风险 但是解放军近期的威胁 就是很直接的了 好我们要直接来看到的是 解放军目前呢 它又做了哪些行动 来看到画面上 这一款是翼龙十无人机 在台海完成了一次 南北往返的飞行 全程呢开启的是应答机 而且呢不隐藏它的行踪 翼龙10号称是最先进 而且它是高空的隐形 大型的侦察打击 都一起的一款一体式无人机 我们再稍微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细节 它的飞行高度从面板看到是1万公尺 最大起飞重量超过3吨的部分 好再来看到呢 航程的部分可以达4000公里 然后呢 它说可以在滞留在空中 达到8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 最大的挂载量 接近1吨 可以攜带是英级91反舰飞弹 还有蓝舰系统地对飞弹 好对地飞弹 我们特别请教将军如何看 他现在包括他拥有空对空空对地 等等的一些功能 你觉得他的实战已经足够成熟了吗 因为这个是他翼龙10 他是侦達一体 而且他开了应答器在海峡中线 穿越海峡中线到我们这边来做 我们海峡中线以东 靠台湾的海空域来这边飞行做 他虽然侦達一体 但是他重点是在侦察 他把这个应答器都开了 把是我在这边 让你知道 因为他是逆中的 你看整个的 这翼龙10 有点点像美国的全球之音 就是RQ4的样子 很像 也有逆中功能 但是全球之音是没有完全逆中功能的 那这个他的应答器整个开了 可能也考量到穿越航路的时候 因为他穿越的是航路有民航 你包含五栋三大都穿越了 要告诉这个下面的那个民航机 民航管制单位 我的他的飞航高度 飞行的航向都要告诉他们 我就在这里 我就在这边 然后他装的 他可以装多功能的 包含这个EU电子侦察 包含的我们讲到的数位光学相机 也包括了核程孔径雷达 还包括电子资讯的征收都可以 换句话他是个 他飞度飞行飞得高 他可以做广域的侦察 那他到这边来的话 他跟有人机 有时候跟中共的这些战机也搭配 不是光是他乎零零的过来 他也跟战机这样搭配 反正他在这个地方 做勤收 做个广域的勤收 高度飞得高是做广域勤收 那这个勤收的方式又很多 你从电子光学一直到电子资讯 他都可以收到 那他这样的话 把常态性的 把台湾的相关的这些 你包含无线电 包含都普勒雷达的频谱 全部都给你接收到 包含我们讲到的 包含地对空飞弹 或者是这个舰上的对空 通过对海搜索雷达的频谱 通通收上去 收上去他在做研究 在做分析 在最重要是做比对 因为他以前也会有相关的资讯 但是资讯要不断的比对跟更新 那他就可以常态的这样过来 那常态过来 他换句话他已经成熟了 为什么这一次 在前两个月的 这个中共到 这个沙奥地亚罗 就沙特那边去做航空展 沙特向他们订的 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一款的 这一款的飞机 你的翼龙石 沙奥地亚罗订了一到两个中队 也就是一个中队12架 他订了12架到20架 真正的数量他还没有敲定 那换句话这一款 算是性能不错的 不然沙奥地亚罗不禁的 要向中国大陆下这个订单 因为沙奥地亚罗大部分的武器装备 是买美式的 包含他的这个F-15 F-16 都是买美国的 那很少买中国大陆 现在慢慢向中国大陆下订单 那先从无人机开始着手 有人战机 沙奥地亚罗还没有买中国大陆 但是我想他如果要买 美国一定会在方面做 一些相关的勤收 但是中国大陆 他会派技术人员给他做保密 因为是中国大陆 这个我们只要讲到的 翼龙石 是不是他一个代表作 他在这方面性能上 有大大提升 因为我们讲到 他说对地跟对海打击能力 他的挂弹量 他有四个挂载拍龙架 但是他总挂载 是只有挂一公吨 所以挂轻型的反舰飞弹 打巡防舰可以 打重型的 因为他那个弹头重量 大概就是100公斤 那这样的话 换句话说打重型的战舰 它的效果是有限的 但是他对地对对海打击 他的那个 所发射的那个 对地或对海的飞弹 大概就是像 类似美国的鱼叉飞弹 但是美国鱼叉飞弹 是打得比较远 那他这个方面 他也可以做真诚 是 他这样 他无人机做渗透 渗透之后 再补足他的航程 去打别人的地上的目标 或海上的目标 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来看 一龙石 他在做验证 验证完毕之后 他找一些他的功能 跟他可以改善的一些地方 将来可以在战争中 不管是在其他的战场 他可以发挥他的优势 是 一龙石将军来看到 未来他在实战上面 成熟度是有待 有值得期待的地方 我们另外来看到 是另外一个 同样是侦查打击一体的 还有无人机 我们也请靖哥来帮我们看到 这台是彩虹漆隐形无人机 起飞重量的部分10吨 可以携带大型飞弹 或引导其他武器 打击这些高价值的敌方目标 那预计会在2024年的11月12号 就会在珠海的航展亮相 请靖哥来帮我们比较一下 彩虹跟翼龙的部分 其实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彩虹 你对比他前面的彩虹4型 跟彩虹5型 因为没有彩虹6型 彩虹6型做得不太成功 那彩虹7型 这个7号跟前面的4号跟5号 那个是整个构型是大要变 前面很像西方的掠食者的 这个叫做山寨版 后面就是完全是密宗 所以他未来对于外销市场 到底有没有开拓的雄心呢 我想是应该是存在因为当初彩虹4型有11个国家在用 彩虹5型有5个国家在用 但是这个彩虹系列的产制单位 基本上是做真正的航天导弹的 是中国航天空气动力研究院 那个是专门做航天的导弹 那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翼龙这个系列 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它是把第一集团第二集团合并一起来做 它其实外销也很有绩效 它的翼龙2型有7个国家在用 这个翼龙1型有9个国家在用 但是翼龙3型2022在珠海航展出来之后 没有下文 可见这个构型可能不是很成功 但是翼龙10刚出来的时候就很高调 大家叫云影 但是它真正在这个就是共军里头的编号是WZ10 代表吴征10号 那也有人把它称为攻击10号或攻击12号 反正有不同的编号 但是翼龙10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说真正的算是打出名号 或者成为完全成熟的这个就是产品 这次在台湾海峡现身也不如是试水温根 测试我们的空防能力 也测试它的就是说满足任务的 就是这个韧性是如何 但是面对无人机这是将来 这次恶物战争我们都知道 无人机这个饱和攻击确实是相当惊人 但是有很多人一直认为 一直到最后一线 然后用软杀硬杀 然后就是说来要解决问题 其实不是这样 应对无人机第一优先源头打击 在还没有起飞之前 就把你摧毁在你的基地 第二要袭杀这个指管通勤的系统 就包含你的中级的飞机 或者指挥的中心这些 那当然还要搭配很多背痛的手段 比如说疏散 加固 伪装 干扰 发射诱标 所以我就讲这个永远是一个毛雨顿的斗争 都要有还是有很多的努力的空间 是 谢谢靳哥 再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美方在南海的动作 来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3月19号他抵达了菲律宾马尼拉 这是布林肯第二次访飞 那他也特别强调 美国坚守对菲律宾坚落磐石的防务承诺 将会协助菲律宾抵御在南海的武装的攻击 同一时间白宫也宣布4月11号会举办首度的美日飞的三方峰会 那这一次呢特别注意到是领导人都聚在一起了 包括了美国总统拜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跟菲律宾的小马可氏 都会特别齐聚在华府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三方对话 已经把他的象征意义提高到领导人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现在美日飞是不是已经感觉到 这个南海地区的地缘政治真的越来越紧张 上志哥 当然在今年任何国际政治由美国政府主导的话 都要连接到美国大选 以至于拜登选情 本身对于拜登的需求 对于拜登的舞台是什么 还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现在如果我们来看真的在南海地区 当然我们都经常听到很多包括军事上 包括也有一些渔船各方面的摩擦海景等等的这些 但我们总体来看 目前真的在南海 整体的结构 我觉得无论美 中 非来说 它基本上还是在部件的状况 要知道南海最核心有两大意义 第一个部分是经济利益 因为南海这个地方包括石油的蕴藏 这些东西是难以想象的 各方面都寄予 尤其中 非 在这方面还有越南 大家在这里有所拉扯 第二个还是进入到国土 疆界的这个意识形态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说不清楚了 所有到底是你的 我的古代的到现代的 这个部分的拉扯 其实是一个无解的 但总体来说我们得要看 美 现在是加进了日本 美 日 非的这次同盟的部分 要到领导人这样子的对话 在这里来说 其实对于日本 跟菲律宾来说 在南海的意义不太一样 菲律宾当然就自家门口 这个东西很重要 你说日本真的很重要吗 日本其实对于美国 当然是一步一趋 在印太的总体战策 可是在南海部分 我们得讲日本自己媒体有形容 日本对于南海的关系 是一种nostalgic 怀旧的 有一种过去掉之间 有一种怀旧的情怀 也是意识形态在里头 所以非得要说 其实日本自己在主导性 挑战南海问题 居住同盟的台湾问题 没有像我们想象中 捆绑到那么密言在这里面 所以来看 简单讲说最后 终究来说还是回到 中非关系这件事情 我想现在小马克氏本身 在当选之后 快速的整体的 从杜特地底下 变成反过来亲美 中非关系的恶化 外交骂来骂去 在最近已经看得难以想象了 所以现在主持在于 这样子的激烈之下 其实真正关系 还是包括菲律宾 包括小马克氏本身 因为我们知道杜特地 包括他的女儿 现在在校图里 好像意见不太一样 作为副总统 所以这一点 是不是也会引发起 菲律宾自己本身 政局当中 在美中非三方的变动 我觉得可能才是在 今年后续要观察的 主要重点 是 将军怎么看 刚刚上志哥 帮我们特别提到 这当中特别要观察到的是美非 现在又加入了一个日本 您怎么看 这一次的领导人会议 已经达到三方对话了 他们在这一方面 包含美日非 因为布林肯在3月19号 已经到菲律宾去访问了 然后在4月 我们知道在4月11号 美国 日本 菲律宾在华府 有这个峰会 那这换句话说 重点的话 是放在菲律宾 那菲律宾的话 最重要我们是在看 在4月中旬的时候 有美非兼并兼的演习 重点在这个地方 4月11号 大家先来开峰会 4月中旬 一直到5月初有美非兼兵兼 美非兼兵在去年的时候 是规模力来最大 1万7千多人 那时候日本 那时候日本是派观察员 美国跟菲律宾是最多 菲律宾是派7千 美国是派1万1 是那么多 加起来1万7千 这样1万8 那今年的话我判断 今年2024的兼兵兼 可能比去年的兵力 还会再稍微多一些 规模更大 规模会再大一些 我想会这样 不然日本也加进来 但日本原来上我认为 他这一次的话会重视 可能也是派观察员 但是可能会支援一些部分的 这些武器 像有一些 那个菲律宾的大型的巡逻舰 他用的是日本给的 那是这样 那日本会不会 这一次的开美日飞的峰会 又要给日本这些武器装备 那这些武器装备 将来的时候 这菲律宾也可以强化 他这一方面的军力 那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跟菲律宾 是因为仁爱礁 因为黄岩岛 因为仙鹅礁 还有九张群岛这一方面 中国大陆采取的是 比较强势的做法 那菲律宾是要靠山 当然是美国 美国跟菲律宾 有1951年的 按照美非共同协防条约 讲得很清楚 他在后面撑腰 所以我来看 这个峰会有三个指标 第一个 一定是尖兵先演习的 规模的探讨 可能会比青年 稍微大一点 第二件事情 可能会强化菲律宾的军力 可能会菲律宾 最起码你要加多一些 国防预算吧 只要只是42亿美元 太少了 希望你的国防上能够提升 然后美国可能会卖二手的 军舰或者是战机给菲律宾 那第三个我认为 就是很具体的 强化对菲律宾的支持 也把日本拿起来 因为以前的话是美非 那现在的话又加个日本 所以是强化对菲律宾 在这一方面 尤其是岛屿主权的 因为刚才上次有说 就是里面下面的石油的蕴藏 因为中国大陆也是需要这个石油 先有主权 你才有矿权 你没有主权怎么会有矿权 所以也会考量 菲律宾也会想 那它也有主权 它下面也有矿权 那尤其在九张青岛 以东这个区块 到星河到以西的区块 是有石油的 还有很多的天然气 我想在这一方面 有这方面主权跟矿权的考量 是 谢谢将军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争之争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更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